这是一个直径为20厘米的小洞 试问要怎么做才可以钻过这个洞呢 反正大郎是钻不过去 但是有三个成年的美国男性 真的钻过了这个小洞 而且还因此成功逃出美国最严密的监狱 恶魔岛 那他们是如何从凶险万分的监狱里 成功逃跑的呢 恶魔岛监狱位于美国旧金山湾的一座小岛上 整座小岛的面积还不到0.1平方公里 其实这座小岛的名字并不是恶魔岛 而是蹄虎岛 这是因为这座岛是18世纪被首次发现的时候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数不尽的水鸟蹄虎 所以就以蹄虎为这座岛命名了 而恶魔岛这个名字 则是在蹄虎岛成为监狱后 曾经关押过的犯人为其取得戳号 由此可见 恶魔岛监狱在犯人的心目中究竟有多恐怖 恶魔岛四面环水 距最近的陆地也有20多海里的距离 可以说 它就是一座漂泊在水面的孤岛 除了地理位置特殊 恶魔岛监狱的看守也极其森严 首先 咱们从结构来看 恶魔岛监狱的牢房分为三层 每一间牢房 无论是结构还是外观 全都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每一间牢房 只关押一名囚犯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独门独院单独关押 这样的关押方式使得囚犯们之间不会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 从某个方面保护了囚犯以及监狱的安全 除了单独的牢房外 整座监狱都被高清摄像头所覆盖 囚犯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脱预警的眼睛 恶魔岛监狱的最外围 围满了将近20米高的围墙和铁丝网 在铁丝网的后面有预警24小时不间断巡逻 然后在外面就是茫茫的大海了 戒备如此森严 哪怕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吧 这样的恶劣寒警 让恶魔岛成为了美国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 这里通常关押的都是一些重刑犯 小打小闹的都没资格进来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也曾被关进这个监狱 当然了 钱先生并不是因为犯罪才被关进去的 恶魔岛监狱的级别绝对是世界顶尖 在恶魔岛监狱成立以来 也发生过很多次越狱事件 不过绝大部分越狱犯人都被抓回来 或者是当场击毙 然而 戒备如此森严的恶魔岛监狱 还是有人逃了出去 至今尚未被抓获 美国恶魔岛监狱已经成立了100多年 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 共发生过14起越狱事件 涉事犯人人数为36人 在这36人中 有23人在越狱途中被抓 6人被当场击毙 还有4个人在浩瀚的大海中被淹死 最后的这3个人 从恶魔岛监狱成功越狱 这3个人分别是 约翰·安格林 弗兰克·莫里斯 和克拉伦斯·安格林 他们三人是一个越狱团队 打小就不学无术的莫里斯 13岁的时候 就因为偷窃和抢劫被捕入狱 在出狱后 他继续作案 继续被捕 频繁地进出监狱 对他来说 进监狱就跟回家一样 最后 莫里斯因抢劫银行 并试图越狱 被关进了恶魔岛监狱 而安格林兄弟俩 出生在农村家庭 家里一共有13个孩子 疏于管教的兄弟俩 在成年后 因为手持玩具枪 去抢劫银行 被关进监狱 你没听错 就是玩具枪 兄弟俩和莫里斯一样 最后也因为多次越狱失败 被送进了恶魔岛 这三个不老实的人 在监狱里一见如故 但是监狱里压抑的生活 让他们再一次 动起了越狱的心思 这老话常说 三个臭皮匠 赛过诸葛亮 更何况三人中 还有莫里斯这种 智商高达133的天才呢 作为智商担当的莫里斯 注意到了牢房的通风口 想借着通风管道逃出去 可是这个洞口的直径 只有20厘米 要知道 演员雷家英的头尾 还有61厘米呢 可莫里斯不在乎 苍蝇腿也是肉 洞口小 给它扩大不就可以了吗 确定好了逃跑路线后 第一步就是拓宽洞口 他们利用收集到的勺子 铁钉 鱼片 和废旧吸尘器的马达 改造出了一个简易的电钻 但是打洞的声音 会引起预警的注意 所以在每次打洞时 莫里斯都会拉手风琴 来掩盖声响 就这样 他们挖了一年多 终于把洞口扩到了 可以钻过去的大小 可是仅仅逃出牢房 是没有用的 如何才能逃离 监狱外那片海域 成功上岸才是关键 那么他们又是如何行动的呢 原来 在每次外出活动的时候 他们都会收集一些羽衣 再利用蒸汽管道的热量 把羽衣融合在一起 做成了充气皮筏和救生衣 再把手风琴和木板 改造成风箱和船桨 为了应对预警巡防 他们用肥皂和卫生纸 做了假头 为了看起来更逼真 他们在理发时 还会偷一些头发 用偷来的头发 做了眉毛和假发 直到这里 所有的准备工作 都已经完成了 他们选好了良辰吉日 把假头放在枕头上 被子里还塞了一些衣服 这样看起来 就像是真的在睡觉一样 趁着私下无人时 他们顺着管道 爬到了楼顶 又借着夜色 做掩护翻过围墙 划着小船 消失在了茫茫夜色当中 直到第二天早上 预警发现该起床 劳动的他们 没有任何反应 一气之下 猛地掀开了他们的被子 过去 这脑袋怎么还掉了 此时预警才发现 他们三人早已经越狱了 简直是比美剧还牛啊 FBI接到消息 迅速展开了调查 他们发现 一个名叫韦斯特的罪犯 跟这起越狱事件有关 原来倒霉的韦斯特 一直都有参与越狱行动 但是因为太胖了 钻不进那个洞口 而被他们三人抛弃了 可纵使韦斯特 共认全部的越狱过程 警方也没有发现 三人的踪迹 只发现了救生医的残骸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的 没办法 警方只能宣布 这三人有极大的可能 已经淹死了 话虽如此 但是警方也并未撤销 对他们的通缉 但是他们真的逃脱成功 彻底过上逍遥自在的生活了吗 米罗很难相信 他们真的可以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 靠着自制的橡皮艇 徒手对抗湍急的洋流 毕竟警方宣布他们消失之后 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 他们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毫无踪迹 他们若真的葬身大海 那FBI为什么不撤销 对他们的通缉 没有人知道 他们是成功越狱 打开了自由的大门 还是在逃跑的过程中 不小心跌入了地狱的洞穴 他们的狱的狱 都尽了 是